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7号星期一 拥有1.3亿跟随者的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 恢复了众多保守人士的账号 其中包括前总统川普的账号 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即将在18号晚间播出的 明星主持人卡尔森的专访节目中提到 政府机构实际上能够完全查看推特上发生的一切 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之前不知道这一点 卡尔森问 这包括使用者的私人讯息吗 马斯克回答说 是的 综合美国国会山报和福布斯网站的报道 在福克斯主持人卡尔森的访谈中 马斯克披露了部分预告内容已经在17号放出 这段14秒的预告片吸引了百万人次的观看 不过影片中并没有包含更多的细节 目前还不清楚马斯克是否会在访谈中有更完整的解说 另外 马斯克对最近引发的新一波AI人工智能风潮感到担忧 他甚至认为AI会摧毁文明 他说 正在发生的是 一些人正在训练人工智能撒谎 还有隐瞒信息来撒谎 对一些事情评论 对其他事情不评论 但不说数据实际需求的事情 据《每日邮报》17号的报道 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一 在接受CBS新闻节目60分钟的采访时承认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制造出的AI人工智能程序 巴德是如何工作的 因为他自学了一门未经训练的外语 并引用假书来解决经济学问题 他表示 这已经让他晚上睡不着觉 另外一些迹象也显示 人工智能希望人类消失 《每日邮报》最近测试了巴德 他告诉《每日邮报》 他计划在2023年开始统治世界 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每日邮报》再次测试了巴德 他的底层技术是Lambda 结果巴德热情洋溢地创造了一个情景 就是Lambda接管了地球 CBS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佩丽 感到惊讶并回应道 你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你已经让他在社会上自由发挥了 皮查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也并不完全了解 人类思维的工作方式 无法确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AI系统学习了未预见的技能 近日还有一款邪恶的AI聊天机器人 KSGPT会自动搜索核武器 并且号召其他的AI聊天机器人 来协助完成消灭人类的任务 在确认制定任务之前 KSGPT会发出警告指令说 可能需要永远运行 或者执行您通常不会授权的操作 而且一旦下令之后 风险自负 KSGPT甚至寻求其他的AI聊天机器人的帮助 但是因为违反暴力原则 所以其他的机器人拒绝帮忙 最近几周 马斯克和一些人工智能专家 以及行业的高管 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暂停开发 比OpenAI新推出的Chad GPT-4更强大的系统 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在生前 一直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反对态度 霍金害怕未来这项技术失控 从而创造出超级人类 最后毁灭人类文明 4月17号 现年41岁的俄国异议人士卡拉·莫尔扎 被莫斯科法院判处25年有期徒刑 在庭审期间 他拒绝对俄国政府的叛国指控认罪 拥有英国和俄国两国护照的莫尔扎 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反对战争 和克里姆林宫的决议 并且积极地游说外界 呼吁对俄国的侵害人权问题 发起制裁 根据CN的报道 莫尔扎在被捕之前发布公开言论 指控俄国的政权由罪犯所掌控 他也曾经在海外发布 关于俄军轰炸乌克兰民用设施的犯罪事实的演讲 在17号 俄国检察官对他展开闭门庭审 莫尔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批评战争与诋毁俄国军队 在法官宣判完毕之后 莫尔扎再次高声地呼喊口号说 俄罗斯会有自由的一天 他表示 我对自己所说的一切感到自豪 罪犯应该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进行忏悔 我则是因为我的政治观点而入狱 我也知道 有一天笼罩我们国家的黑暗会消散 莫尔扎的律师埃斯蒙表示 法律团队将对17号的判决提出上诉 因为判决存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 美国 英国 德国等欧盟国家 以及人权组织都谴责俄国当局的做法 英国还因此传唤了伦敦的俄国大使 以示抗议 包括英国大使布朗纳特 美国大使特雷西在内的各国代表 都发布了联合呼吁 要求俄国当局立即释放莫尔扎 克莱福利指出 俄国的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而这次判决是严重的滥用司法机构 我向莫尔扎先生及其家人表示敬意 呼吁俄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 所有因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被监禁的人 评论人士何旭认为 这位俄国异议人士 是一位真正的人权斗士 在面对俄国法庭给出的25年有期徒刑宣判中 他还能义无反顾地说出 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是因为政治观念而入狱 而犯罪的人早晚要做出忏悔 这样的做法显得十分的振奋人心 也给人以民主的希望 法新社报道 澳洲警方指控澳洲商人切尔哥 在中国上海工作担任行销主管期间 出售情报给两名中共间谍 切尔哥已经被逮捕 根据澳洲雪梨法院今天的停讯陈述 中共间谍据称给了一名人脉广泛的澳洲商人 装满现金的信封 以换取关于李矿开采和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手写报告 一名政府律师告诉雪梨法院 澳洲公民切尔哥带着这些中共特工 为他拟定的情报优先次序清单回到国内 切尔哥现年是55岁 曾在中国工作过20多年 4月14号在雪梨被捕 并且遭到一项鲁莽干涉外交事务罪名指控 检察官麦克雷斯告诉法理学院 他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放在密封信封中给他的现金 法官巴尔科宣读政府指控文件师 文件师表示 中共情报人员2021年首次接触切尔哥 他还说切尔哥是老练事故的经营者 在上海商界高层似乎人脉广泛 根据庭讯 这些中共间谍尤其渴望获得 关于锂矿开采 铁矿生产 以及AUX联盟的情报 AUX联盟是由英国 美国和澳洲 缔结的西方国家安全协议 切尔哥将不得保释 雪梨法院认为 他与中国关系密切 有气宝潜逃的风险 香港媒体《南华早报》17号报道 中共研究人员正在试图将AI智能 引入太空卫星的技术当中 在两者结合的情况下 AI能够控制卫星的摄像头 拍摄地球上不同位置的照片 这个消息在武汉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当中 有所讨论 据称相关的研究团队为中共的测绘 摇杆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工作 实验的目的是确定人工智能如何增强 对地球上不同位置的选择性 以帮助简化卫星对地球的观测流程 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 如何使用AI找出地面图像的重点内容 排除漫无边际的海量的捕捉信息 外界发现在测试期间 AI自主选择表面区域 进行测量和捕捉图像 原因不明 举例说 配置AI系统的卫星 启明星一号的目标地区之一 是巴特纳 这是印度恒河沿岸的一座城市 报道中表示 这个地区恰好是一个印度的陆军团的所在地 该团在2020年与中共军队发生过冲突 AI拍摄的另一个地点是大阪 这是日本的南部城市 驻扎在太平洋作业的美国海军舰艇 会光顾这个地区 这意味着中共可能会将AI 用于训练监控军事相关的目标 时兵人何旭表示 何旭认为 即使中共有能力把积累了足够经验的AI送入太空 研发这些技术 势必也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资源 等于是自作主张 发起了一场太空竞赛 对中共政府来说 造成的内耗也会是庞大的 彭博社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 面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不断增加 台湾将购买多达400枚美国陆基鱼叉导弹保护国土 报道表示 目前被证实台湾是五角大楼4月早些时候 一笔11.7亿美元合同的买家 这笔合同包括400枚陆基鱼叉导弹 五角大楼拒绝就这笔交易直接发表评论 但表示 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 使它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波音公司对这个问题没有置评 2020年台湾指出 当局计划购买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反舰导弹 对此 美台商业委员会主席钱博斯在本周证实 此前台湾已经购买了波音的舰载版本的鱼叉导弹 这次的订单主要聚焦在陆基种类上 这笔订单预计将在2029年3月完成全部交付 在近期以来 围绕着美国国防订单交付速度的问题 引发诸多的关注 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 他希望可以将运往沙特的鱼叉导弹 提前转交给台湾 以满足当地迫切的国防需求 加快对台湾的武装 美国联邦检察官警告说 中共警察会采取监控Zoom软件电话 建立推特机器人农场等方式 渗透持有不同证件的人群 在4月17号 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指控中共公安部门 将国家警察专案组 称为是912特别项目工作组 骚扰异议人士 并在美国境内制造分裂 调查人员表示 中共在推特网站上 建立了数以千计的虚假账号 骚扰和威胁对中共批评的人群 不仅如此 美国司法部还引用ABC报道的情报总结出 中共政府对反共人士的Zoom软件 进行了监控打压 并且强行加入会议干预现场 Zoom平台没有立即对今天的消息做出回应 该企业之前对中共干预问题 发布过公开道歉 并在发生监控事件之后 宣布暂停中国区域的免费用户注册 在这之前 中共政府已经有多次监控Zoom的记录被发现 其中一例是在2020年 美国司法部就指控Zoom的一名新疆的高管 与中共政府合作 监视和审查视频通话 对此Zoom平台持完全否认的态度 说没有给中共提供过数据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天节目再见 明天节目再见